其實大概在十幾二十年前 崇尚一個自然的雙眼皮 現在的話其實大概這十年來 大家就是希望做成我們平常所謂的大外雙式的雙眼皮 雙眼皮的話其實本來就是一個 我們眼皮的表皮 它對生成它有一個 天生的這個沾黏 那當我們眼睛打開的時候 這個沾黏它就會形成一個凹陷 就是我們平常見到的雙眼皮 那至於一般如果天生本來就是單眼皮的人 它就是少了眼皮到生成的這一層沾黏 那所以它眼睛張開的時候 那表皮它也是平順的 那就是我們一般的這個單眼皮 那主要是我們平常大部分人有了雙眼皮之後 雙眼皮的摺痕可以修飾我們的眼型 那讓我們的眼睛有比較放大的效果 有些人有了雙眼皮之後也會覺得 也比較親切比較和善的這個感覺 那至於單眼皮的話 其實我們平常比較常見的真正的單眼皮 大家可能會覺得眼睛會比較細長一點 那眼神比較銳利一點 有精神和沒有精神主要是看我們的眼皮 遮到我們瞳孔位置的地方 我們瞳孔如果露出來越多的話 它就會看起來讓我們眼睛越有精神 那至於我們平常常見的這個單眼皮 你說它是不是一定百分之百的單眼皮 有的時候也不一定喔 我們其實是稍微有一點點內霜 簡單來說就是比較單的雙眼皮 它在外表這個看起來的狀況還是像一個單眼皮 但是它裡面還是有一個小小的摺痕 所以它的這個摺痕它就讓這個眼皮稍微卷上去一些 讓我們的眼皮不至於蓋到我們瞳孔那麼多 所以自然瞳孔露出來多一點 我們也會看起來眼睛比較有精神 那有一些人是真正純粹的單眼皮 平常它這個單眼皮的眼皮就是真的會蓋到瞳孔比較多 就會讓我們覺得比較沒有精神沒有睡飽的這種感覺 我們知道雙眼皮的話它就是在表皮到 深層的組織它有一個沾黏 那其實要做成單眼皮的話就是要把它反向操作 我們就是要把表皮和深層的這層沾黏 然後把它 剝離開來 讓它不要有 表皮到深層的沾黏 產生的凹陷 那所以我們在手術的過程 沾黏玻璃之後還要再找一些組織 把這個原本的位置把它 做阻隔 不要讓原本的沾黏再沾黏回去 讓雙眼皮變成單眼皮它才能成功 一般這個單眼皮的手術還是會有一個切口 只是我們會在下面用一些組織把它做一個隔絕 讓這個凹陷不要太明顯 那術後的話它就是一個拜拜的這個痕跡 那照顧的方式的話倒是還蠻簡單的 就是上上藥啊 不要碰到水啊 避免辛辣刺激的食物啊 這些就可以了 比較簡單的開始來說好了 大家希望越快恢復 那傷口又小的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縫雙眼皮 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說 什麼是定速針是縫雙眼皮跟縫雙眼皮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全名應該也是 定速針是縫雙眼皮 因為最早以前的話其實是韓國還有一個器械 它是一個做記號的器械 像一個定速針一樣 咔嚓一下它就可以在表皮和結膜層有一個 針孔那可以讓我們來造的這個針孔縫雙眼皮 那只是隨著大家技術的進步 也不一定會真的使用這種定速針的這個器械 但是其實它還是要縫 還是要有縫線 那至於說傳統到現在 縫雙眼皮的手術方式真的非常多種 那有的是 單點縫進縫出 那也有的是 好幾個點 把它縫成一個平面 其實它各有優缺點 那單點縫進縫出的話 當然它的破壞性少 那所以它其實是更不容易出血 那更快效忠 那如果用縫的方式 那把它縫成一整個面 那其實它是一個連續性質的縫合 它在裡面 可以得到比較牢靠的效果 但是你說它的恢復期的話會稍微比 原本傳統單點進出的縫雙眼皮會稍微長一點點 但是它其實的持有度 目前來說是覺得更好一點的 年輕人他平常會有貼雙眼皮貼的習慣 那其實我現在發現在臨床中 大部分你可以貼出的雙眼皮我們用縫的方式大概都可以 會縫出你平常貼雙眼皮的方式 那但是有些人其實他還是有一些多餘的罪 或者他皮膚的狀況 他並沒有辦法單純用一個縫雙眼皮 就達到他喜歡的眼型 那有的時候還是需要做割雙眼皮 它可以 切除一些多餘的皮膚 也可以再多移除一些這個多餘的脂肪 割開的雙眼皮 它就是除了我們裡面會有一些縫線固定以外 本來割開的傷口 他就是會對深層然後造成一部分的沾連 變成有整片的沾連 所以他的維持度一般來說割雙眼皮 是會比縫雙眼皮來個更維持久一點 要跟每個人的這個眉毛跟眼睛的距離 還有每個人的這個皮膚的 後果其實都有相當的關係 主要的話就是我們一般來的時候 我們會在你的 眼睛上面就可以直接做一個模擬 你比較喜歡什麼樣的狀況 那每種不同的狀況 他有的時候需要割雙眼皮才能達成 有的時候是縫雙眼皮才能達成 門診的時候其實常常 有客人會拿著喜歡的眼型來 希望我們做成這樣的眼型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需要 醫生要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因為畢竟 相同的雙眼皮的寬度 在模特兒或者是明星身上 看在我們 每個人身上 他的這個表現出來的感覺 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還是在我們 本人的這個眼睛上面模擬最準 假設 一般模擬很容易就模擬出來的 其實大部分 這樣的狀況就是比較容易處理的雙眼皮 那可能也許縫啊或者是 定觸真是縫雙眼皮 就可以很簡單的達到大家的要求 在模擬的時候就發現 碎皮比較多 或者是模擬出來 模擬不出我們 真的很喜歡的眼皮 那其實這個時候 可能就是需要割雙眼皮 或者甚至 不一定是 非常適合接受雙眼皮手術 手術的話 主要他就是希望變成一個 比較年輕又漂亮的眼睛 所以其實大家可能了解的是割雙眼皮手術 或者縫雙眼皮手術 但是有的時候其實我們本來就有雙眼皮喔 因為一些 皮膚下垂啊 或者是眉毛已經往下垂 然後壓到眼睛 那造成 原本的雙眼皮不明顯了 為了要更年輕 眼睛更好看 其實是要把原本下垂的地方 再把它往上拉回去 然後是得到更自然的效果 所以適不適合割雙眼皮的話 還是要看每個人的狀況 一般的縫雙眼皮大家熟知的其實就是他恢復期快 所以他其實大概一個禮拜的時候就可以恢復 應該說他消腫了七成 兩個禮拜的時候大概已經消腫八成 最後這些腫脹其實還是需要時間 讓他慢慢完全消退回到 最自然人家看不出來的狀況 這個期間的話大概就從一個月到半年都有可能 那至於割雙眼皮的話 他的恢復期會稍微長一點點 剛開始的消腫還是蠻快的 兩個禮拜的時候其實大概也會消了七八成 只是他的後續完全恢復到 真的很自然的時間 他會稍微長一點 大概三到六個月的話 會變得都很自然 重複的手術他就會有重複的傷口和疤痕 我們還是希望傷口跟疤痕可以不要那麼明顯的話 他的結果才是最好的 單眼皮要變成雙眼皮 其實要在做的事情就跟我們平常在割雙眼皮的時候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如果他之前做了很多次的手術呢 那這個疤痕有的時候還是會 影響到後續的一些疤痕的傷口結果的狀況 我們還是希望說眼型的話其實還是要想清楚 那並不是說想要做成什麼樣的眼型 他會完全的都跟新的一樣 其實多一次手術是多了一分疤痕 一對雙胞胎姐妹 那他們兩個來的話其實是眼型過來 那他是希望做成一個 我們平常 喜歡的這種 大外雙 比較 歐式的這種雙眼皮 後來他的妹妹的話也過來 他說他也想要變成雙眼皮 但是他喜歡的類型的話 並不是想要跟姐姐一樣 那他是想要變成一個 我們東方美的 比較 自然的這種單眼皮眼型 所以其實 就算是 雙胞胎姐妹 他可能 喜歡的這個狀況也不一樣 每個人的審美觀不同 我覺得並沒有說一定是哪一種大外雙比較好看 或者是東方美的這種雙眼皮比較好看 其實還是要看 個人喜歡的不同 然後來跟醫生討論 達到一個 大家都滿意的結果 其實大概在十幾二十年前 大家其實都是 從上一個自然的雙眼皮 就是比較 所謂我們東方美的雙眼皮 然後前面的眼頭是封閉式 外面的眼尾稍微開一點 現在的話其實大概這十年來 大家就是希望做成 我們平常所謂的大外雙式的雙眼皮 就是平常我們說的 開放式的雙眼皮 可能跟族群 還有每個人的 審美觀念的電話有關係 一些model 或者是明星 他們需要在螢幕前面有明顯的雙眼皮 所以大家其實 常常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希望上妝之後有明顯的雙眼皮 所以要做一個比較明顯的雙眼皮 當然他平常沒有上妝的時候 可能就會覺得雙眼皮這樣子比較寬一點 那至於要達到這個平衡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跟 醫生好好的溝通 那到底是希望說 上妝的時候明顯呢 還是 平常沒有上妝就有一個很自然 然後又明顯的雙眼皮 國內啊 跟韓國和日本 其實還是有一些 大家喜好的不同 那平常我們看到一些 韓國的明星 他們雙眼皮其實 也並不一定都是 非常寬 也都是一個 自然好看的這個雙眼皮 那我覺得他們的 狀況其實是跟我們 可能十年前 喜歡的比較像 但是可能因為國情的不同 所以現在大家喜歡的比較是 開放式的雙眼皮 很明顯的雙眼皮 居多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排放濕的雙乐 每一個小鈴鐺 我們看一下 然後